大家好,欢迎来到BBD几书三国家国战 今天咱们继续看国战录像 今天有几局都是EVN的录像 咱们看录像 先看第一局 主持角玩家的ID叫他从不说话 四五区玩家感谢他录像 这边三个组合都可以选 小胖庞统张飞庞统 当然庞统肯定要选 所以只能两个组合 这个将面的话庞统肯定要抓的 庞统是个神将 最终选择了张飞庞统 看下这一比赛 七手留杀闪无蟹就可以了 留一张火纱 留一张梅花的无蟹 这边136直接就找了两个 三雪的去联 你要干嘛 要恐怖暴力输出吗 然后就冰了下加三雪这么跳 基本上不是吴了 这么跳的 这边卧龙出来了 果断忍不了 很有可能是胃 或者是什么张角之类的 想坑人 真的是张角 张角出来怒劈杀他的卧龙 卧龙也是躺枪了 当然张角也好过不了 也得被烧 你也好过不了 你让我好过不了 我也让你好过不了 这边卧龙也是苦啊 全是黑牌啊 没有红了 不能继续烧了 点背 看一下192 192就是一副完全不想动的样子啊 这种这种人是最可怕的 就不跳身份 好 135挂腾甲挂连弩过 162呢 162放万键 只是想让卧龙死啊 齐心可诛 非常的就不像这个 非常的就不像这个鼠国啊 当然他也有可能 我感觉他是寻雄的可能性也不大 他就想试探试探张角 其实这时候张角有闪的概率 已经不是很高了 然后161挂个狮子 挂箭一马过了 这边肯定也都不会动 当然咱们也没什么可动的必要了 另外的话也没必要去保这个卧龙 你保啥保啊 医学卧龙 有什么好保的 死了就死了吧 好 这个吕布亮将直接无双杀卧龙 卧龙表示我也不叛八卦了 临死之前也不能给你送牌 这边要顺八卦阵 陆讯果断出来 不让顺啊 八卦阵这个东西肯定不能让你顺的 而且我已经凉血了 对不对 但是你 但是你这个陆讯啊 你出来就出来吧 还放南蛮干啥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些这么多不卖的三血 这打到队友如何是好啊 咱们主是较二十三血 这南蛮是不应该放的 你就多试掉就好了吧 南蛮 然后给这个黑勒 给这个吕布勒赏 然后开了个五五 他又拿了张南蛮 又又想放 这个放就放吧 这边吃里吃笔都没人拿的 大家都拿杀都不想掉血 不是你这个 你着急放什么放啊 留着不行吗 手排也不溢出 非要放 然后又蛋疼的撸了一把 哎呀 简直蛋疼啊 寂寞 就是个寂寞 他可能想把贾许的进攻牌 撸给张角 这边去杀贾许 小飞群 然后连弩一阵吐吐 九杀的是个寂寞 那边有白银狮子头 他撸单纯就是想把进攻牌 给撸走 撸到勒底面去 让他出不来 勒不思蜀 好一个红勒 竟然有红勒 又给勒住了 我的妈呀 难道是大吴国吗 非常非常有可能是大吴国啊 因为这个135拼了命了 在这儿加许 难道四个吴国吗 四个吴国这还怎么玩啊 就没法玩了 这边得出来搞勾过了 不然已经没法玩了 那边张角还被乐 当然这个香香也是寂寞 各种这个黑色装备 去往贾许身上招呼啊 就简直是寂寞 不知道他在干嘛 不知道他在干嘛 子雄剑 双杀都不会啊 杀一下暗将吗 有什么不敢杀的 怕什么 怂了 明摆着大吴国了 就不要怂了 怂就杀不了人 好一顿稿 火龙张角 这还看啥看 有啥好看的 你管他呢 他跟你不一会 他就亮了 他跟你一 他不是 他跟你一会 他就亮了 对不对 没必要 就这里咱们也没必要看了 就重铸了 找个牌 看看有没有进攻牌 搞一下 有没有就再待会呗 反正回合内这么无力 直看没必要看 对面那个 最多也就135 可能是个胃 胃可能性也不大 因为他那么卖力 好 这边鲁肃对着张角一顿稿 张角也要去了 张角手里还有桃 路到那边去了 一顿夺 你看夺是这个香香不扔装备啊 扔桃子不扔装备 不知道你想干嘛 你看这还杀群 这肯定是吴啊 不然没有任何理由再继续杀群了 杀什么傻啊 你们大吴又出来吧 还藏什么藏 还藏 赶紧拆吧 你也看不出他是吴了 当然了限制一下也可以吧 毕竟 就是说大吴已经碾压了 但是碾压了 你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越是这种 优势局一定要稳 不能浪 知道吗 稳住才能赢 这时候周瑜要做的 就不要瞎苦了 这放弃治疗了 话图也不救了 哪一口啊 浪费他点输出啊 对不对 这边拿杀了 就不拿闪了 好 然后呢 他就是喝口酒 不想被反见走酒啊 他已经出过杀了 好 这边 要赢只要你不浪 肯定输不了 那咱们看看香香要不要浪 好 拆拆拆 拆吧 你打死吧 打死他正好涅槃 贴得个乐 杀一刀 这边其实最好的结果 就是不杀 防旁统 就是 怎么说呢 你优势局已经给他乐住了 他出不来了 对不对 他肯定出不来了 你就不要再 让他再动了 当然主石脚这边不应该吃酒的啊 因为 这里 其实主石脚也犯了一个错误啊 这里不能吃酒 你吃了酒 你还怎么赢啊 你下回合涅槃赢吗 你这回合一定要动的 你再没有下回合了 结果这个香香啊 又放了个万剑 挺配合啊 助攻了一把 其实无所谓的 你就涅槃 他放个万件 你你现在掉血就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把他们打死 你掉不掉血 其实都无所谓 就是旁统的涅槃 一定要掌握时机 刚才明明被乐了 一定要涅槃的 好 这一下看看能不能爆发 这手里的爆发牌真是多 南蛮 决斗火攻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 巫国打崩 那边干净另一个将不亮 极有可能是之外啊 其实怎么说呢 这把巫国也并没有特别的烂 就是最后那个乐啊 他被乐 其实就不应该把他 把他 这个 就是你让他乐住待着 你不要管他什么武将 有什么技能 你就让他待着 结果这一下出事了 彻底的出事了 烟人在死 国战指伏大吊飞啊 然后烟人还有把三剑刀 你这咋整了 烟人还有三剑刀 整不了 国战指伏大吊飞 然后你 然后你绝不会倒下 你两不去就倒下了 再看下一局 主持者玩家在这里 叫话传听雨眠 一区的玩家感谢他录像 这边可以选两个三血的 也可以选两个四血的 都可以 看你 看你平常喜欢玩什么了 总选择了巡运司马 OK 看下这局比赛 神装一挂 天下我有 就完全不虚啊 这逃跑了一个 什么情况啊 不管他了 跑就跑吧 因为国战经常有人瞎打 什么苦死盖啊 一波月啊 什么的 跟逃跑一个也差不多 好 至于这笔 看了下 132 路放南蛮 有杀出杀 肯定是不能乱出来的啊 乱出来没有什么意义 好 国家出来了 看有没有人打国家吧 国家当个探测器 好 这边周氏 看见国家表示 我必须搞你 我必须让你走不动道 要不不开心 然而你出来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 那边国家质量里一个降 另一个降 他如果是卖血的 他也早就出来了 对不对 也不可能等到你这会儿 咱们先不动 观察一发 23没有卖血啊 应该不是为 他开了个屋 抢乐啊 看起来就不怀好意 估计是要乐国家 不然他不会抢乐的 可能拿个杀或者拿个闪什么的 以亿代劳 好 果然是不怀好意啊 这边顿爱 存田一发 存个田吧 不要拿了 拿了你也要被乐 你不一定能出来 有无限 但是外面有可能有反无限的 那163你就要倒霉了 肯定要干你了呗 没啥好说的 九杀 啥到大桥了吧 你来嘛 然后流离给这个暗将 暗将侍卫就苦了 暗将被这个大桥给害死了 刚才他已经逃跑了 选个大月亮200级逃跑了 估计不是故意逃跑的 应该是 应该是那什么 就是 网断了 或者说什么回家吃饭了之类的 这边也是跳飞味 继续翻了国家 搞国家 仇位的现象依然不减啊 真的是依然不减 这时候主视角觉得 既然全场都仇位 咱们就把魏国打死吧 他也去搞邓爱 放弃邓爱了 怒卖队友啊 怒卖队友 卖就卖了吧 真的真的都没有魏国啊 但是有一种可能就是 如果是大吴或者大群怎么办 那就hold不住了啊 要出事情了 猜什么 好 是没准这里边还有卖魏国的呢 对不对 没准你卖 还有人更要卖的 这都是有可能的 不过一般情况下 路人军疯狂卖队友的人 还是比较少的 好 这边孙权怎么玩 这些人 这种就完全像孙权 邹氏这种就完全不会玩的 就是亮一个 你跟我不是一会儿 我就弄你 对不对 弄完你 然后咱们再接着弄下一个 然后弄完这个国家 咱们就翻脸 撕破眼皮 我也是醉了 你看邹氏 你搞了半天国家 这边这个肯定是 肯定是无了 不然他不会就说 替这个孙权拔号 你搞了半天 你还是被搞 对不对 众国大将再次 把他流离一发 然后继续杀 咱们这边杀杀这边的暗将吧 咱们这边啊 就是很简单 你反正没队友了 那边这个吴国群雄 厮杀的痛快 你就杀车旁边这两个人就可以了 你来吗 好 想打死孙权也行吧 但是打死看看能不能打死吧 其实压制暗将比较好一点 从理论上来说 好 暗将又出来一个 也是吴国 周瑜皇干 这边的199肯定是吴 就看198了 边吃我爸 攻紧 这个一波苦 你要干嘛 你要把周氏弄死吗 不让他来勾引你吗 可以救一下 不救了 不救就不救吧 不救 不救你很有可能打不了了 不如救一下 结果这边反剑怒送万剑 反剑怒送万剑 这没必要反剑的 真的没必要反剑 这个198也不亮 你藏什么藏啊 还藏 你藏了就要被乐 你要是吴国你不亮 你就是坑啊 对不对 你这简直是在逗我 这边可以出来了 就是这种局不要去反剑 你有个万剑 你反剑很危险的 就主要是你们都残血了 你这个万剑 对不对 就很容易给打崩了 看见没有 这边这里也不看了 就反正现在要打吴国嘛 管他呢 这边这没得杀了 只能杀这个周太了吧 杀 杀一下周太 其实不杀周太 杀岸将也可以 反正岸将不是位 把他搞出来也可以 又反剑 拿你一张 其实可以考虑把唐贾拿了 还不亮 你还不亮 你想干嘛 人在搞笑呢吗 哎呦我的天哪 你 你吴国藏什么藏啊 藏了刚才被大乔还给乐了 要不然大乔还是藏一 留一张手牌 绝不会倒下 我也是醉了 看看他有没有机会翻啊 开了个仪待劳 有点难翻啊 但是没准还有机会 连弩他不敢杀了 杀了把连弩反馈走 他们要完了 周太小桥 好吧 好弱啊 好弱的组合啊 这边有驱虎啊 还是有机会的 有驱虎还是有机会 幸好摸到让雷杀 雷杀一下 这边只有一个桃 不要救了 也如果 如果说只有一个桃 你就除非你有 你能 你有那个勾点以上的 你能就是阴阳变成K 你没有 那你就裸奔了 那你何必呢 对不对 你又没有能保证 你能输出K点 那现在裸奔了怎么办 裸奔了就非常可能 要陪逆袭啊 猴子 好的 当然了 现在机会其实也并不是很大 冰一下 幸好收入一张梅花 闪吧 这个有点亏 如果卖血的话 南蛮 不错 驱虎 但是这好像 他就是想把最后一张手牌 给反馈过来 九杀 他这 这是降毒 小桥迅速死啊 他觉得杀了孙坚 杀了孙坚就死了 英魂一霸 不能杀孙坚 主要是杀孙坚 你杀不死 他英魂你一霸 杀一刀就死了 他只能杀小桥 没办法 只能在组最后啊 这边有个九 可以卖血啊 这边一定要卖血啊 把九转化成牌 这是最后的机会啊 最后机会 这边就是一定要把九转化成牌 先杰命再反馈啊 顺主要错 这边真的机会来了 九杀加南蛮 机会真的来了 竟然逆袭了 你敢信 还收到个桃子 这边 剩个周蔡小桥 已经进入不驱状态了 就非常的弱了 就白板啊 他要说没进不驱 没准还点费 费点进 进不驱了 就十遍打了 然后对面那个国家竟然没走 完成了逆袭 再看第三局 主持人玩家的地叫菊花刀 在此26区玩家 感谢他录像 这边 泰尔茨丁凤 对吧 人肉方天 这个我以前也做过 可以选 小胖旁统也可以选 这个我打了国战 就是路人国战打的多了以后 真的我发现旁统和周蔡 这两枪真的是 真的是厉害 就是他有的时候 就能按着 就来吸引你嘲讽 让你来打 打了半天 你就突然发现 打到棉花包上了 这就一切努力都复之东流啊 这种感觉让人很痛苦 南蛮 这就出杀呗 没必要卖血 前期你不出来 怒放南蛮 瓜哥贱一马过了 这个一二五 末排阶段有技能 肯定不是吴啊 不对 不是 还是三血 如果是四血 他肯定不是吴了 因为吴国没有四血 有末排技的 但是他放了个南蛮 怎么看也不像吴 他自己都已经残了 他还放南蛮 把这边司马国家大boss出来了 就看有没有人去搞了 知己知彼 知己知彼看一下 他看三血不卖的 不大像魏国 魏国不 魏国就是说 一旦有人三血不卖了 就他一般就不会去看了 没啥好看的 好 司马国家也是戳这个三血不卖的 他其实主要是为了戳孔荣 这才是他内心真实的心路历程 这人已经暴露了 吃个桃 这孔荣一直给这个159 想让159搞这个司马国家 因为他离司马国家最近 然而 朱飞他是群 不然他们谁替你去打这个boss 打这个boss 多费劲啊 好这边159去虚报杀了 因为孔荣给了他杀 他把杀都留了 扔了一堆傻 明显是虚报杀了 准备要干人了 不是什么好事 这边剪一码还被拆了 咱们这边也没什么好动的 就全扔了 由于自己手里有万念 可以不留傻 就是说不会受到 AOE的额外伤害 我觉得你平均分配一下吧 不要都给一个人了 那个人 有点不还好意的样子 好这边终于有人 九杀司马国家了 忍不住了 要出头了 这基本上很有可能是群雄了 不然不会发力过猛的 结果呢 你给到一个卫国手里了 卫国掏出联络 对着你的疑似队友 一顿砍 这可如何是好 还能捞起来吗 捞不起来了 结果这个 当然也 这没办法的事 你孔荣上来按着礼让 就赌嘛 想找人给他弄boss 没组队 没办法 但是第二次就没必要给了 主要是 那个159明显虚报 他不想干 这是飞味 继续搞 咱们也搞一下吧 毕竟大卫 火工就不火工了 寒冰掉他就可以了 跳过身份就可以了 火工万一火工说 卖血的还不赚 对不对 手里排续报一下 合理续报 对不对 就没必要 你玩国战 一定要懂得续报 不要就是说 把自己都打空 掏空虚了 给别人打空 你要续报 让别人给你打空 好 这边这个125 也是杀这个夏沃敦 大家集体集火 夏沃敦啊 125是诸葛亮吧 刚开始技能独条已经暴露了 这边又刻意空城 这边就是共同集火大卫啊 夏沃敦基本上去了 保留司马国家吧 保留司马国家作为革命胜利的火种 想强拉夏沃敦是肯定拉不回来的 因为全场都在打他 对不对 都这么卖力的 一个比一个卖力啊 这边没必要再打魏国了 作为咱们来说 真的你就没必要打 因为全场都在打 你可以看看 骚扰骚扰暗将 三件两张刀可以拆了 手牌不移除就看一下 125你记性都写脸上了 还不出来 这边有九杀戴的 夏沃敦了 不要管他了 司马国家也没有必要管他 卖了得了 卖了挺好的 卖了 然后你就随便打案将就好了 反正这些案将都跟你不一伙 咱们肯定不打司马国家 咱们作为主持人 咱们打什么司马国家 就一个司马国家 结果这个司马国家还离馅的 不知道是 面对全场的敌人心灰意冷了 还是什么个情况 哎呦 离馅了就离馅了 不管了 那咱们就打案将吧 继续按原定计划打案将 烧这个藤甲 然后给他贴个乐 好的 反正四血嘛 对不对 压制你一下 你有本事 你要是四血无国 就出来呗 不是老盯着一离馅打什么打 有什么意思 不压制案将吗 恐龙置以致笔重铸 不看 你不看看吧 你看了才能有针对性的去对付 对不对 你也不看 然后这回是不敢给牌了 怕再给到敌人手里 刚才给到夏侯敦手里 已经吃亏了 看179亮不亮不亮 主要是主视角觉得他在那边打的特别像群雄 这边队友出来了 那太好了 队友出来了 那咱们也出来 就配合队友了嘛 对不对 退合队友搞一波了 香香这边是为了受人头的 好 看一下 开个五谷 其实开五谷不是很好 他拿个装备 咱们这边拿沙吧 主要是咱们有太史词 丁凤 人肉方天 就看香香的动向 对不对 咱们根据他的指示 好 乐一下 飞无 都乐住 根据他的指示 咱们去打了 对不对 这边可以亮了 赶紧打出一波先手压制来 这扇子肯定不给你 其实这个刀没必要借 他肯定不给你 你就直接来那个借刀去拼脸比较好 这边还有琉璃啊 注意啊 要懂得 就是说 你这时候要懂得配合这个队友啊 配合香香啊 这琉璃非常的爽啊 一定要懂得配合队友啊 先去雷杀 非常的爽啊 你看一下可以刹三下 把他手里的虚报给他拆了 含冰掉 防止他有虚报 当然那货手里啥都没有 早知道把他腾甲下了 就这边一个画坨 我的天哪 有点难 有点难 好 这边诸葛亮 果然是诸葛亮 看他怎么关 五下吗 没红桃 找红桃去了 没找到 那没办法 你五下找红桃没找到 他都给暗将吧 赌暗将是寻熊吧 只能这么玩的 要不也没得玩 但是然而是个蜀国 这个过拆其实没必要无限的 你拆就拆一下 这边最重要的是保证你不要被乐 对不对 这过拆真心是没必要无限的 现在就进入这个二打三的节奏啊 这完全可以打 那边因为有琉璃嘛 对不对 把这画坨得拆了 把画坨拆光 打死画坨 短刀出鞘 因为诸葛亮起手扔桃子 所以把诸葛亮桃子含冰掉 这是非常正确的 把诸葛亮的桃子含冰掉 把画坨的牌都含冰掉 这样的话放南蛮 把诸葛亮和画坨都带走 这一定要理智啊 就你要想清楚 对吧 因为你手里有南蛮嘛 这一下就进入大幽局了 那边还被乐 是翻不了了 当然除非你天度 还大脚飞 一看没天度直接投了 好的 实事物者乃为俊杰 再看第四局 主视角玩家大力 叫溜子 四五区玩家感觉他录像 这边诸葛庞统 是个不错的选择 点微斗亚也可以 看一下 他选诸葛庞统 是我也选诸葛庞统 我特别喜欢这个组合 这个组合非常好 定可攻退可守 这局 这局好像也是打的比较漂亮 拆拆寒冰剑 拆出个香香来 他拆寒冰剑 说明他特别怕寒冰剑 特别怕寒冰剑 是什么 什么独菜啊 小乔啊 什么卫国一众卖血流啊 对不对 好一个南蛮 放出个带王了 放出个带王了 但是他也不慢 这什么个情况 这都没有动 那咱们就不出来了 扔个闪电过了 没必要出来 一个蜀国本来嘲讽挺低的 你再出来嘲讽就高了 这顺上家 名将还是顺下家比较好 因为下家他马上要动 他有可能亮了就干你 对不对 按将弄上家比较好 还是那句话 你就明白这个 这边也不卖 这众多三选不卖的 没有什么卫国 这句 这个火工有点诡异啊 他这个火工单纯就是不想拉嘲讽呗 就表示火工作远的 你们也别打我了 我快死了 估计就是这意思 这边127还疯狂的放南蛮 亲你是你是你是什么呀 你是你是蜀国还是卫国呀 怎么疯狂的放南蛮 我只能认为你是蜀卫 你累了 结果 结果瞬间打脸啊 不是 我就没理解啊 你一无国 这摆了个柱柔 你放南蛮 你在逗我对吧 你在搞笑的吗 然后一顿乐 然后瞎反见 在搞笑 这种选手简直在搞笑啊 纯属逗乐啊 坐等坐等你大无国崩盘啊 这边杀过去 就一张杀啊 还是说有杀不敢继续杀了 都有可能 有二张啊 二张还被乐了 瞎乐 简直就是在逗我 那边好多三血不败 你都给乐住 而且你把自己手牌打空 这边幸好有卤素 给补充一下 162也不亮 不怕野了吗 不管他怕不怕吧 咱们要出来 咱们要出来 是要解了柱柔这个乐的 对不对 要控柱柔这个乐 这是最关键的 给柱柔关了张火杀 那有顺就把这个 这个乐给顺了 给他张火杀 一会可以考虑连自己 什么这个 让柱柔去方便输出 都可以 当然先把这些案子都打死 先把这些案子都打死 咱们再说 看能收到什么 有惊喜 收到个无果 太好了 神器来了 神器到手 天下我有 全联起来 统统联起来 统统那边是有火杀的 这边全部联起来 好的 其实 我感觉 连162不如118 虽然118有狮子 但是现在主要问题是 要减少人头 就把118弄死 然后进入2打1 就就赢了 掉162两血 主要是他也不一定能死 但是这边还有大吊飞 我操 那就吊了 118有可能死于南蛮 有两张牌 看看吧 也许死不了 但是我的 建议还是 这个 带走人头比较好 减少人数上 这个 的劣势 这一下也是伤害爆表 真的是伤害爆表 腾甲 那旁统神器 燕人张飞 开始往那边杀 杀了一刀 放干嘛 先放就可以了 大小又不傻 他肯定流沙 好死了 幸好这边死了 要不然有马腾 说不定还弄出点花活了 不过这边张飞有杖八蛇毛 有大吊飞 基本上都不是事了 就什么都不是事了 留两张牌把暗将剁了吧 亲 对吧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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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留着暗将 对 你留两张牌 杀杀杀杀杀差不多 对留两张杀把这个暗将剁了 甭管他是啥 就是属就失属 剁了也赢了 也问题不大 对不对 排序倒是对的 就是先把香香杀差不多了 最后留几张杀 把这个暗将收了 这样的话就赢了 直接电灵游舍吧 大吴国团灭了 大吴国就这么被团灭了 被一道铁锁 火杀啊 这边翻不了了 怎么翻呀 没得翻 河头 蓝蛮又开始了 这诸葛关给蓝蛮一放太爽了 超级的爽了 依然在挣扎 其实诸葛亮都能关死他的 刚才诸葛亮也没 估计没仔细看 反正可有可能能关死他 再看第五局吧 不是要玩家在地 叫半事繁华 378区的玩家 感觉他录像 这边 群雄这就算了 庞德华佗 这什么 这太low了 对不对 这就是可以选二张大桥也可以选徐胜旅蒙 low的组合咱们就不要选了 对面的ID有点屌啊 齐珠去嫖娼 这边 哎呦 这边其实没必要流离 他可能想想手亮吧 其实是我有闪我就出了 我 我要是有闪 我不流离 不亮将 亮将其实不好 结果我这哥们出了潮批 还给你翻了 这边又掏出连弩 这就非无非位呗 就又坑无又坑位 哎 就是群属呗 其实你要是不出来上来出个闪 这货仪有可能不搞你 当然也没准 但总之呢 就是万一他还有可能不搞你 对不对 他万一不搞你 你就不用亮了 他要是搞你 你就 再亮琉璃也不吃 对吧 这边一顿屯田 屯的是个寂寞 一顿屯田 那边曹丕为了保护司马 肯定把这个司马前面的人翻了 你还是被砍死了 但是你死了这个司马 得找你报仇啊 顺不不像顺啊 肯定不像顺 当然要死了 没牌了 一会赶紧想办法顾正吧 看看谁扔点牌 让你顾正一把 不然真的要死了 好 把那个收尸 不是 不是 把那个八张牌的给乐住啊 拿收尸 就被翻了一大堆牌的人给乐住啊 不让你动 把这边放了个南蛮 这个也不卖 放南蛮的肯定不是吴啊 不不不然的话 你这个吴 你这南蛮就对吴 还放 肯定不是吴了 把吴我都打成筛子了 恐龙都不怕 恐龙也出来了 司马也不能怕 一会儿出来 就得搞这个163 这边咱们可以发财咯 发财咯 有没有诬陷 有诬陷 还有反诬陷吗 有反诬陷 太好了 发财咯 可以活了 这下死不了了 看下恐龙怎么玩 我亮了个貂蝉 你亮个貂蝉 你挂什么闪电啊 然后他就说 他去离间司马和毒菜 表示司马你有种你就吃菜 他可能啊 我知道这个貂蝉恐龙什么心态啊 你看他把火攻都给二张了 他的心态就是 司马你强行不让我队友出来 让二张捡这么多牌 那我就坑你 我就成全二张 对不对 你把我队友坑了 我就成全二张 这是他的心态啊 心路历程啊 这边果断打着163 163狂放南蛮 肯定对吧 肯定不是无果 打他就没错 桃子咱们补牌 咱们得先保证自己存活 是个蜀国也正常 是个蜀国也正常 然后被打死了 不要让他打死了 你死的不圆 你那两个南蛮要了你的命 真的死的不圆 能乐就全乐住吧 继续捡垃圾 把对岸的全乐住 管他们呢 不乐了 好吧 其实都乐住是最好的 最稳妥的 死马被断肠了 又演一队 是一学反杀 好 结果这边还是个队友 就算是队友 我觉得也得乐住 乐住先还几转 待会再看 对不对 反正你都乐住以后 你会有大量的过排量 总有找到自己支笔的时候 然后这边泰尔斯开始出来 就是一顿双杀 没杀了 开了五五找杀 但是人家都找到闪了 你也并没有什么卵用 这边司马已经被断了 闪链已经没有作用了 孔荣也是 作孽了 自己被劈死了 坑了司马 坑了自己 当然他就是 其实他就是一股怒火 就觉得自己队友那么多排 被尼斯马反无懈还改乐 这种 就坑了 路人就这样 他不想着自己 总是这个意气用事 但是咱们这回可以搞一波的 有斧头有九杀 把这灯岸先带走吧 灯岸好多田 能不能捞得起来 还真捞得起来 但是有乐 也没有什么用 都给你们乐住 我感觉不要留桃了 万一天堵了 把桃都顺走了 恢复血线就不好了 因为现在 你们都满状态 不需要桃子 对吧 留张杀比较好 桃子没啥用 请助我一地之力 满状态的情况下 桃子已经没用了 拼点 留了个大K机制的 你还不是拼队友呢 你要想出杀真的 你就拼二张是最好的 保证出杀 那这边再久杀带走了 幸好又杀 要不然没杀的话 又带不走灯岸 又得麻烦 桃子没用现在 这货天度了也不亮 已经没戏了 已经被反转了 你说调查你好好打不行吗 你首先 你没有必要就是说让自己队友独菜去死 他要是死 你得让谁让别人去主动去吃 对不对 其次 你也没有必要说非得一定要坑谁 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看最后一局吧 主持者玩家在地叫狼窝凝霜 378区的玩家感觉他录像 这边 可以选貂蝉董卓 也可以选张和曹操 都还可以吧 看他选什么 选曹操张和 因为曹操张和的话 曹操就可以吸牌 张和就不大会缺手牌 就算吸一些破杀 对于张和来说 也都不是废牌 好顺一下 知己知彼 然后呢 你没有动 二张又出来了 二张 二张首量其实有点蛋疼 二张首量跟吕蒙似的 就是出来了也是马拉仇恨的 好 这边周瑜学生看见二张出来 他也出来了 你说你出来干嘛 然后觉得要五五不给二张成装呗 要干你 干就干呗 你说你干他就干他吧 你开什么南蛮啊 这边主事叫果断选择的量将 表示你既然放南蛮坑你们吾国 那我也放南蛮坑你们吾国 我真不知道你放这个南蛮干嘛 怎么路人老有这种选手啊 不是就路人了老 对面那个人说一句话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我知道他想说啥 行了他已经吐血了 他看见曹操和祝隆 他已经吐血了 哎就总总是你这这把录像啊 就当大家给大家看个经验教训吧 就看看吾国是怎么死在游易 你觉得 就疯狂的放放吧 我看对你们吾国有什么好处啊 因为你放AOE 你就很有可能就有曹操 对不对 有曹操有祝隆这种 就是因为AOE 如果就是说单放一次 有的时候可能你感觉杀伤力没那么大 这一旦AOE这种二次循环 甚至三次循环 吾国根本就受不了 吾国必死啊 好死一个 本来啊 这都连弩都有了 本来这二张大桥啥的 你不放这南蛮 这边你不放这南蛮 这边曹操没准都不出来 你们吾国就完美启动 二张大桥 哎陆迅我告诉你 你别跟他讲 别告诉他 让他继续放 反正坑的是他自己 他坑陆迅啊 我跟你讲 他坑你就坑你这一盘 你走了 你会玩还是会玩 周瑜让他继续放呗 以后他还坑了还是自己吗 好这边反正祝荣一顿搞 把那边五国都搞死了 给国家贴了个乐 倒是正常 打国家 我双卖血 双卖血 张和 张和也不怕被乐 因为曹操其实 曹操他当时西南蛮 就是因为他有张和不怕被乐 不然他可能就不出来了 要不然就挺怕被乐的 痛苦吧 在仇与恨的地狱中 你去搞人家祝荣 你搞吧 搞吧 你越搞祝荣 祝荣越搞你 我无我 跟你们有什么好处 投一发 继续A起来 A杯 继续A起来 不要虚 然后把这个194乐住 怕什么怕 看看你们五国死在 AOE的铁蹄之下 是不是 冰无常事 水无常行 好 吕蒙 又一个五国 全是五国 全场五国 只能说一个大象匠 成的残 拿一刀 蒙蒙收掉 收掉了 这边他要打国家了 应该是 冰一下 继续放南蛮 但你的排序也不对 你先放 再冰 难道你还打死队友吗 他打了无蟹 那你打无蟹呗 你看五国死的有多惨 这一张大象 五国就全死了 死的真是惨 这边赶紧去打这个155吧 155弄死 拆掉 这什么情况 驱虎 好 没驱过 卖一发 当然他也驱不了主视角 主视角只有易血 他有杖八 他不用杖八拍 这搞笑 你用杖八直接拍一下 他不易血了吗 不用杖八拍吗 逗我 好 送决斗 你是真不怕死啊 难道是僵尸吗 难道又是神将僵尸吗 这边没什么好偷的了 决斗他 杀一刀 僵尸 这南蛮其实可以放 反正那边国家巡运 已经那么好的状态了 卖的血也挺爽的 也不亏对不对 等一下卖好多牌 果然是僵尸啊 你看那些吴国啊 就被这把 要不放那个大象 这把基本上吴国赢定了 因为全都是吴 就算有野心家 他也不知道他野了 他前期肯定帮吴的 到最后就是 有二张大桥 基本上就一乐 就基本差不多了 好 绝不会倒下 但是这怎么翻的 周蔡另一样也不亮 什么玩意儿啊 这么弱 已经没机会了 放个万键 这边这没闪 只能吸了 杀猪龙 猪龙有闪 不如杀甘宁了 不如杀甘宁 杀甘宁也就死了 六不去一般平均的情况下 可能就死了 黄盖啊 好吧 确实没什么卵用了 不想睡 杀一刀 还好有桃啊 怎么打着打着 感觉要崩了那样子 都没血了 好 来了个乐 来个桃 这羊牌还不错的 黄盖也死了 那行了 给个 可以开个五股 因为有乐 对 拿无限 然后让国家拿到桃子 给他乐了就可以了 下回合把他推了 就完事了 杀一刀 放个万剑 这局整个就是各种AOE啊 南蛮万剑 满天的飞啊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